别看如今东鹏肉是家喻户晓的行邦名菜 能成为G20峰会晚宴的主角 但当年可是人人嫌弃的存在 马斌说的怎样这里不一样 大家好我是马斌 在中国有一条神奇的吃货评价标准 爱白吃肥肉 如果要我说 如果我这辈子只能吃一块肥肉 那就非得是这个什么东坡肉 现在你要走路上 闻到谁家做东坡肉 就是相当于红烧肉 那想吃泪水 直接从嘴角就流出来 但这样一道人间美味 却是当年苏氏在人生不得已之际 想做下下策 就对付吃一口 估计你看这道菜的名字就能看得出来 这又是一道和我们乐天派吃货苏氏 是密不可分的菜 之前啊估计您只是听我提过苏氏大名 但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啊 就是中国古代文言 它除了名还有这个字还有这个号 苏氏就有一个号叫东坡居士 这苏东坡这辈子啊 基本上就是齐齐 让咯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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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被贬到外地啊 都会触发苏东坡的一个被动技能 长肉动物遭遇灭顶之灾 没办法 它实在是太爱的小动物了 顿顿都有 43代那一年 苏氏的人生简直到了人生的谷底了 它不仅被贬到了今天的湖北黄岗当团练副使 相当于县任务部副部长还没工资可领 他就给徐庸秦冠写信啊 哭唧唧表说 哎呦这现在日子过得紧啊 这每天都在吃老本啊 要把四千五百文钱败成三十份花一年 多穷呢 我们推算一下 估计一年也就指着这一千三百五十块钱度日 要知道 现在就连中国每个月的最低工资标准 可能都比这个高 但眼瞅着节流不行了 那苏大人就开始开园嘛 于是在成东的这坡地上 小山坡上开荒种地 东坡居士的名号 由此得来 那时候啊 吃牛肉饭法 因为牛它是耕地啊 羊肉太贵 苏大美食家就把眼神就瞄到了个猪肉的身上 那时候大家都瞧不上猪肉 但苏氏心胸宽阔第一人 不仅用猪肉做菜 还特意给猪肉写了首诗叫石猪肉 敬喜称 少灼水 柴头眼烟 咽不气 待他自首 莫催他 火候足食 他自美 黄粥好猪肉 价贱如泥土 贵者不肯吃 贫者不解煮 早晨起来 大凉碗 饱得自家 君 哈哈哈哈 莫管 说是东坡肉 但和如今的东坡肉 那真是相差太远了 那时候就是白水煮肉 估计最多的放点盐 也不知道要是苏东坡穿越到了现在 吃到现在的东坡肉 他会不会一边就 哇 大快朵移 一边痛痴 嗯 不正宗 不正宗 但其实呢 真正让东坡肉家喻户晓 流传千古的 还是要等到苏东坡来到杭州 当市长之后 52岁的苏东坡 刚刚就任杭州市长三个月 就给朝廷写信 说我要修西湖 朝廷想 哎 你说对呀 同意 修完西湖 杭州老百姓 这喝的水也好了 还能灌溉农田 还能种茶叶 交通运输也方便了 就都来感谢这人苏市长 大家听说这苏市长啊 哎 他都特别喜欢吃猪肉 在湖边爱吃猪肉 行 然后就抬着猪 然后挑着酒 来给他拜见 其实他们哪知道 咱这个苏市长 是因为吃不起羊肉 才被迫吃这个猪肉呢 但东坡肉 就这么阴差阳错的 被发扬光大 苏市留在西湖上的苏堤 和六座桥 也成了如今 人们去杭州必去的地方 而且啊 这个东坡肉 不仅风靡中国 甚至还飘洋过海 到了日本冲绳 冲绳在明治之前 就咱中国地方啊 所以呢 当地有很多猪肉料理 那现在呢 你要到冲绳 还能吃到用泡肾 酱油和黑糖煮出来的 螺火腿 你看 黑糖就上色吧 酱油上色吧 其实原型就是东坡肉 但你要想吃到最好的东坡肉 那还得来浙江啊 为什么 猪肉的美好 苏东坡和浙江人都知道 有一次啊 苏东坡特意命人去东洋买猪 结果那哥们喝醉了 猪鬼跑了 没办法 他只能是在杭州 买了几头猪冒充冒牌 没想到那个酒席宴上啊 众人说 哎呀 这东洋猪肉好吃啊 味道太好了 老涛苏东坡就忍不住了 直接打脸众人 说这不是东洋猪肉啊 这杭州郊区的 杭州郊区村里的那种冒牌货 也不怪人家能吃出来 后来有学者考证 苏东坡当上人买的 应该就是太湖土猪 和咱们现在常见吃那种小白猪啊 吃来口感差别大了 太湖猪的肉色鲜红 脂肪多 嫩到一筷子一夹啊 能渗出汁来 这也就难怪 东坡肉能走上G20的主菜单 好 各位如果您喜欢我的频道和内容 欢迎点赞转发评论 和订阅咱们下期 接着聊